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今集大家看標題就知道 有很多蝦的東西出現了 我們毛家原本想在英國買樓 按居樂業 誰不知現在賠鳥夫人又截兵 所有的心機、時間、金錢都付諸流水 想知道來龍去脈的話千萬不要走開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毛巴繼續創作的動力 首先我們毛家來了英國都差不多一年 有追開毛巴星期五的遊戲直播都會知道 我們租第一間屋的時候遇到一個變態業主 他真是出盡辦法折磨我們 更加是用了很多理由去增添我們的麻煩 到最後趕走我們之後 還開天殺價去罰我們錢 差點還搞到對報公堂 不過今次這條影片最主要是說買樓 所以這部份留有機會 那一次說吧 而在英國的租務市場是非常非常刺熱的 完全是欠崩頭的 大家過了死約之後 都要預料給業主大幅度的加價 萬一大家接受不到那個幅度 這樣又要做遊牧民族了 再搬屋了 但是團團下年就三歲了準備入學 我們就不想團團太過瓶瓶瓶瓶瓶 也應該要找一個地方停下來 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 所以我們今年去了很多地方視察環境 到最後挑選了幾個心儀的地點 打算穩穩定的生活 但是英國的樓盤和香港就有少少不同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千簡萬簡 無霸無媽終於選到一間 一進去簡直是心心眼 這間屋是有很新的裝修 廚房也做得很好 全屋的顏色配搭也很美 有三間房 三個廁所 還要潛建玻璃屋 花園也連接車房 絕對有足夠空間給團團和毛毛玩 所以我們考慮了很短時間 就二話不說 今年的9月26日就還價 經過和賣家的有少少價錢的拉鋸 我們成功在10月2日達成共識 在這裡要補充少少少資料 因為在英國買樓和香港買樓 程序是有少少不同的 在香港我們達成共識之後 就立即要給小訂 以及就要簽臨時合約 再過多一兩個星期就要給大訂 但是在英國 雖然我們已經達成買賣共識 但是這一刻 我是完全不需要交任何訂金 只不過單單一個口頭協議 地產知道我們談好價錢之後 也做足了他們的角色 要求我們雙方要找律師 去代表我們做相關文件 例如做些查冊 在買樓看樓的時間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賣家是打算換樓 所以地產經常會打給我 更新一下相關的狀況 在10月3日 即是達成買賣共識之後的一天 地產打來說賣家已經找到他想搬那間房子 並且和他的賣家達成買賣協議 最正就是那間房子的業主是不需要換樓 所以我們今次這條買賣鏈 即是chain 是會比較短的 只要毛巴成功買到業主這間房子 他就用我的錢去買下一間 再做mortgage 那就搞定了 在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之後 我們當然就找律師去做文件 還有我們其實也有上網做好功課 如果想買屋想再安心一點的話 就自費幾百磅請測量師去驗一下房子 去做一份報告 但在這個時間 律師就叮囑我們千萬不要請測量師 讓雙方的律師做了初步的文件 我和毛媽過一個星期 就懷著一個很開心 快要有新屋住的心情去照顧 誰不知過了兩個星期 即是到了16號 那晚地產打電話給我打得很急 連續打了兩個miss call 他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的賣家看中了那間房子 不知為何有些問題 所以他們買不到 他們也說了一大堆sales門面的東西 例如說什麼 賣家很有信心 在市場找到第二間 你給他一點時間 但其實我們已經聞到有少少鍋氣 所以就沒有急著找測量師 也沒有特別追律師問一下他們的進度 因為其實張心比己 毛巴在這個物業市場看了那麼久 都知道房盤不是很多 還要適合自己的要求和心水 更加是少之有少 我們都不想給他們那麼多無謂的壓力 所以都沒有特別追地產 問買家的狀況 誰不知在昨天 即是27號 我收到地產的一個電話之後 就晴天霹靂了 他說我們的賣家 不知為何無緣無故想離婚 那我就打蛇脫棍上 想離婚的話更適合 不用看房子 也不用換房子 直接拿我買房子的錢 去分身家就可以了 而地產回復了一大堆理由 到最後可以理解為 其中一邊想繼續在這裡住 所以就會出錢買另外一邊 在這一刻 真是幸運地產不懂廣東話 否則我一定不停在這裡說髒話 有沒有搞錯 真的在這裡玩東西 一開始知道有離婚的打算 為何要給個假幻想的買家 我們全家人真的浪費了很多 心機時間過去看房子 我們還要跟團團和毛毛做了很多心靈輔導 也是帶過他們去新屋的附近公園去逛 兩個覺得很好玩才慘 除了心靈上的損失之外 還有金錢上的損失 我們是真金白銀地請了律師 是要給律師費的 幸好律師當初叫我們不要找測量師 要不然又花多幾百磅 現在我們又可以高過一曲 就是那些年 又起到最初的痴釘 真棒 浪費了心機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在英國買房子 買家不用給訂是好便宜的 因為其實賣家都可以隨時起離非腳 一日未交換合約 又或者拿到抽鎖匙 一日都未穩陣 層樓未是你的 希望我們之後找屋可以順順利利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聽我之前的變態業主 到底做了多少事去折磨我們一家人 還有到最後是怎樣恐嚇我們要賠錢 還說要告到我們上法庭 想起他真的很變態 而今天這條影片分享時間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在英國買房子 有沒有預見過差不多的狀況呢 歡迎留言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見大家這麼有緣分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要幫手按個like訂閱 如果方便的話隨便留個表情符號 大家的支持對毛巴真的很重要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再見